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到那个盘盘烧烤吃完饭 我们刚刚下了单 现在正在点 他家的特色就是碳烤 因为武汉最近已经不让碳烤了 大部分的都是电烤 碳烤的还是好吃一些 而且他家的味道非常好 你看我现在口水已经忍不住了 然后今天我们还中午 还剩下了两个贼辣的 鸡脖子还有那个 鸭脖子跟鸭脖子 第一道菜烤馒头片已经上来了 在我家乡东北哈尔滨 如果烤馒头片的话 它是这么大的一片 跟这个馒头片 我先来尝尝它的味道吧 我先吃一片 味道很不错 甜甜的 辣不辣 不辣烧烤味 相当好吃的 我再吃一个 烤箱里面我放了奶油 有奶味 但是太高照我的脸 你看我要吃了 好 再来一下 他好像给了糖甜甜的 可好吃了 烤的酥酥的 太香了 太香了 再加上中午 没吃完这家货 挺好吃的 我们点的另外一个菜 腰子已经来了 我看这些猪腰子 它给切的片非常的薄 上面还带着葱花 这个葱花给的量 非常的足够 你要是我现在开始吃了 我现在开始吃了 烧烤味自然 孜然味很重 吃起来脆脆的 软软软的 可好吃了 再吃一块刚才我没吃完的馒头 我再吃一个这个 这个是瘦肉 这个应该是瘦肉 嗯 还好吃 看火烤的就是好吃 好啊 我们点的四季美汤包已经上来了 我现在要吃一个汤包 这些汤包呢 首先要喝她的汁 餓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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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餓啊 它漏了 所以那个 weg我让沾酱 我让我可以开始吃了 蘸了些醋 一些 一些 我要吃了啊 方onaseremiashe 所以 味道就是烫猫的味道 很烫刚出锅的 非常不错 然后我点的很久的脆骨 脆骨已经到了 它是猪的脆骨 你看我要吃脆骨了 味道不错 味道不好 好吃 可以了 可以了 我们点的生蚝上来了 我现在开始 它是咕嘟咕嘟的 新烤的相当的 哇好烫啊 哇好烫啊 我要开始吃了 好嘞 烤烫的呀 刚刚烤出来的 非常的好 味道非常的好 个头非常的淡 我要吃了啊 味道非常的好 它的味道调的非常的好 很难形容它这个味道 但是非常合我的口味 你可以看它的料 它给的料非常的足 好吧让我来总结一下吧 我们今天吃了很多的串 然后到最后想吃点清淡 就点了一盘刀牌黄瓜 现在就剩下这些了 我正在努力的吃 这刀牌黄瓜酸酸的 挺精口 吃了很开胃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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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